无师堂安的教诲 到最后 结构分析大纲的大纲 第一操作的秩序 第一单元智者 成为智者需要学习 但没有明显的条件 但是有隐藏的条件 门徒是一种有非人性的力量所决定的 他是被天选的 在选中的力量 是力量来决定 有所有征兆的显示 智者拥有坚定不移的意愿 他简约 他有明确的判断力 缺乏变更的自由 智者拥有清零的心智 智者寻找一条有途径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又叫最后的完全的自由 具有特定目标的知识 保持着流畅与灵活 成为智者需要艰辛的努力 他表现为戏剧化的努力 他具有效率 他面对着挑战 智者是一个战士 尊重一切心怀恐惧 完全的清醒 觉察到自己的意愿 觉察到预期的变化 拥有无限的自信 成为智者是永远无之境的一个过程 我们必须更新 我们必须不断追求 智者不是永恒的 智者是一条道路 是追寻有心的道路上 那是一条智者的路 第二单元的大纲 智者拥有一个同盟 智者的同盟是无形无状的 同盟可被知觉为一种特征 它包含在曼陀罗植物中的同盟 它是女性化的 它是富有战友欲的 它是凶暴的 它是难以预料的 它对追随者有很多不良的影响 它能提供大量的多余的力量 它包含在蘑菇中的同盟 它是男性化的 它不情绪化 它很温和 它是可以预料的 它对追寻者有正面的影响 亦提供极大的快乐 也就是自愈 同盟是可以被驯服的 把同盟当成交通工具 在曼陀罗路中的同盟 是难以预料的 但是在魔国中的同盟 是可以预料 可以掌握的 把同盟当成自己的助手 第三单元 同盟的规矩 同盟的规矩是不可违反的 除了同盟的直接干预 同盟的规矩 不会随于时间增加而增加 同盟的规矩 可以在日常现实中被验证 同盟的规矩 可以在非寻常现实中被印证 非寻常现实状态的状态 非寻常现实状态是可以被使用的 非寻常现实状态 它具有自己的组成元素 组成元素具有稳定性 组成元素具有单一性 组成元素缺乏日常的共识 同盟的规矩是有特定的目标 第一个特定目标 做实验的曼陀罗 控制它的技巧 使用它 涂抹它 第二个特定的目标 预知曼陀罗 控制技巧 实用涂抹 第三个特定目标 身体的飞行 曼陀罗 它的控制技巧是实用和涂抹 带着我们飞 第四个特定的目标 实验蘑菇 控制技巧 实用并吸烟 第五个特定目标 行动 蘑菇 可以让我们穿墙 飞跃 控制技巧 实用于吸烟 第六个特定目标 采取另外一种动物形态的行为 我们可以变成蟋蟀 变成蜥蜴 变成乌鸦 它的控制技巧 实用于吸烟 第四单元 同盟的规矩 可有特殊的共识来验证 恩人 准备共识的 我们所有的背景 其他的非寻常现实状态 都需要准备 由麦斯卡利陀 所造成的 非寻常现实状态的状态 它是有包含的植物之内 它不具有规矩 它不需要门徒来训练 它是一个保护者 它是一个老师 它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 非寻常现实状态 是可以被使用的 非寻常现实状态 组成的元素 特定的日常状态 都是它所组成的 它们由老师造成的 对环境的暗示 对行为的暗示 经验的回顾 对事件的回忆 对组成元素 慢慢去描述 强调 强调正面的强调 强调负面的强调 缺乏强调的强调 忽略掉很多 不强调的现实 引导特殊的共识 非寻常现实 它有外在的层次 有内在的 准备阶段 非寻常现实之前 非寻常现实之后 我们应该做什么 转型阶段 老师的督导 非寻常现实的内在层次 引导确定化的过程 特定的 单一的目标 知觉又细节的复杂化 又熟悉形态 变为陌生 特定的完整 都会成为结果 引导更广泛的评估范围 依赖性范围 独立性范围 最后 引导实际使用 非寻常现实的范围 不断扩大我们认知范围 引导特殊日常现实状态的 确定性的范围 第二 在观念上的秩序 门徒应该做什么 什么是门徒 我们虚伪的采取观念秩序 还是真实的采取观念秩序 特殊共识的现实 那么特殊共识的现实 具有实际应用的价值 结束 准备 小优优独特殊 优独特殊 小优独特殊 糊 冘独特殊 优独特殊